今天早上让我们再次看约翰福音十七章 因为这次我们迎会的主题 独一的神 独一的真神 你看在约翰福音十七章 这里说到是一个分离的祷告 就是主耶稣要与他的门徒分离了 所以他就为他的门徒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 一个很重要的祷告 这里耶稣说 说了这话就举目的望天说 父啊 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 管理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然后第三节他说认识 你看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 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主啊 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这美好的早上 主啊 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 感谢你为我们所留的宝血 也感谢主你为我们所忍受的鞭伤 主啊 感谢你 愿意的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咒诅 给我们祝福 主啊 感谢你 师父于每一位弟兄姊妹 也师父于你的话语 今天早上让你的话语落在好的土里 能够开花借过 圣灵啊 再次的求你来掌管着我的心思 我的意念 让我所分享出的话语 是准确的 不妥协的 充满着爱的 圣灵啊 感谢你 因你是最好的老师 你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主圣灵啊 感谢你 阿爸父神 我们爱你 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的信实纯到万代 你的恩典 我们输也输不尽 父神啊 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好 所以这几堂里面呢 我都会跟大家分享到呢 从神的话语来认识神 从神的名字里面来认识神 从这经历里面来认识我们的神 从启示中呢 来认识呢 我们的神 所以 今天早上呢 我先会跟大家分享到呢 这个 从神的话语里面 你知道 当我信了主之后 那 还蛮火热的 就是 一直呢 就是要 服侍 一直的跟人家传福音 那么有时听到呢 一些人呢 分享到 他说呢 不是你去 这样做呢 等一下神没有叫你去做的话呢 你不在神的旨意里面呢 那你是白做的 白忙的 因为不是凡称父 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这是在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 我们来看一看 他说呢 我很 信了主之后呢 很喜欢跟人家传福音 那就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 他说 不是凡称父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他说当那一世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凤你的名 传道 就是 我们中文是写传道 英文呢是 说语言 Am I not prophesied in your name 他说 凤你的名赶鬼 凤你的名 行了许多的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 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那 早期的时候呢 就是听到人说呢 圣灵带领 很重要 圣灵 圣灵 如果圣灵没有教你去做的 你做的是白做的 所以呢 你要顺着圣灵而行 哇 又时常听到人家说 神跟他们说 要去那边 听到呢 圣灵跟他们说 那 因为我也信了主了 那 为什么圣灵 只是跟他们讲话 因为他们时常说 圣灵的引导 led by the spirit led by the spirit 让圣灵引导你 圣灵带领你 那我也很 很爱主的嘛 我也很想听到神的声音 很想呢 神来跟我说话 那么我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不然的话呢 等一下我做了这么多 神跟我说 主来跟我说 我不认识你 那我不是白忙 所以呢 那时候呢 我每一天早上呢 我都会 灵修过后呢 我都会跟主说 主啊 今天 你要我做什么 因为我要行在神的话语里面 今天 你要我做什么 不然的话 我做了一整天 然后你说你不认识我 所以那时候 还不很真的认识神 OK 所以呢 我每天 因为我知道听很重要啊 听呢 是很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听呢 可以说是 对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说呢 听呢 是最重要的 一颗聆听的耳 一颗受教的心 这个聆听的耳 很重要的 那 所以 我也要听到神 跟我讲话 因为每一个人都听到神 跟他讲话 我要听到神 跟我讲话 那 因为 这个听很重要 我就 我就可以 跟大家想稍微 我pause在这里一点点 这个听很重要的 你知道没有 我们每一个 我要学习 知道神在跟我们讲话 或者我先带这里 我先带过去 因为这很重要 那时候我要听到神跟我讲话 每一天早上 我祷告完了之后呢 我一定会坐在那边呢 我就等候神 因为我也知道等候神很重要 所以我就等候主 我说主啊 你来向我说话 每一天早上 那 如果主没有讲话 没有听到什么的话呢 那时候我以为说主没有跟我讲话了 其实神呢 是每天都在向我们说话的 只是我们没有留心去听 如果我们真的留心呢 你要知道主耶稣是好牧人来的 他说我的羊认的 我的生命的 神每一天都在跟我们讲话 只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不听话而已 所以呢 跟你讲多一点的都是多余的 你明白了没有 所以呢 当你同 你知道听神的话语 一点都不难的 你说 我现在就这样去 听神的话语 真的是很容易的 顺服神的话语不容易 你要听嘛 他实实在向我们说话 只是不容易 顺服他的话 耶稣身为神的儿子 在肉身的时候 也要从苦难中呢 来学习顺服 你想想看 耶稣都要从苦难中来学习顺服 你说顺服容易吗 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第八节 耶稣是神的儿子 都要从苦难中来学习顺服 哎呀 有时我们讲顺服容易 真的吗 不容易 好 我就讲 那时候呢 我就每一天早上 我就坐在那边呢 我要听到神跟我讲话 那么有一天呢 主就 主就给我 给我这个 启示 他说有一个工人 他来做工 他的老板就跟他说 他老板就跟他说 你来到 这女佣 那你就是扫地 骂地 洗那个窗口 那么煮饭 洗衣 就是 你该做的东西 然后他就给了他一个 工作 我们叫做工作程序表 工作程序表 就给了他 你每天就是这样的做 那么这个工人呢 做完了 他就回去 第二天 他就来问他的 老板 老板 今天你要我做什么 那我不是跟你讲的咯 你就是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这些都是你应该做的 那么他就做 做完了 他就回去 第三天 他又再来 问他的老板 老板 今天我要做什么 哎呀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你就是照着这样的去做 那么他就做 做完了之后 回去 第四天 他又再回来 老板 今天你要做什么 这么笨的人都有 每一天都是做 同样的东西 都已经告诉你 你应该做什么了 那么主就说 这个工人呢 就是你 我这么聪明的人哦 主却说什么呢 我就是那个工人 每一天在那边 主啊 你要我做什么 主啊 你要我做什么 主呢 已经告诉我们呢 我们该做什么 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做的 全部都在这里了 很多时候呢 我们以为说呢 神跟我们讲话呢 就好像一个声音 神会这样讲话 但是神很少 很少 这样讲话的 如果你时常听到 有一个声音在你的耳边 来一直跟你讲话的 我告诉你 多数是那些走在街上 哎哟 有那个声音 一直在跟着他 那种人 只常有一个声音 跟他讲话的 我们也有一些 属灵的怪人 每一天 神跟我说 神跟我说 哎呀 每天神跟我说 我相信神 跟我们每一个人 都说话 所以一些人呢 我叫他做 属灵的奥秘人 每一天呢 只是在那个天上 神跟我说 神没有跟我说 我就坐在那边 我什么都不要 神叫我做 我就做 神没有叫我做 我不要做 神叫我讲 我就讲 我要行在神 完全的旨意里面 The perfect will of God 所以呢 我也曾经是这样的人 因为我一天 祷告很多个小时的 因为我觉得呢 我要被神使用的人 我要见多多少 多少个时间呢 我们以为说 一个很属灵的人呢 就是一个不吃人间烟火的 每天进食祷告 那个就是属灵的人 我告诉你 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呢 是他活出了多少 神的话语 一个真正属灵的人 不是他的恩事有多少 恩事呢 是服事人 生命呢 造就人 我们这个生命 才是最重要 耶稣看中呢 我们怎么样为他活 波过我们 怎么样为他做 你可以做很多 神看中我们 怎么样活出 基督的生命来 这个神就要看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聆听的 要听神跟我们讲话 神时时向我们说话 只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喜欢为别人听 你明白了没有 我们很喜欢为别人听 那神讲话呢 很多方面 神讲话可以借着 就是这个神的话语 很重要的 因为等一下 我可以继续讲下去 这神的话语 神可以借着什么呢 讲员 每一个在讲台上的 我相信他都有预备 那么呢 如果我们有受教的心 很重要的一个受教的心 不是那些聘经家 有一些人很喜欢聘经的 就是这个牧师讲得很好 那个牧师讲得没有这样给 这个很薄哦 那个很能搞哦 这个没有什么 就是要给那个牧师打分 哪一个的分数比较 如果我们受教的心 我们就很容易听到 神呢 可以透过一个小指 也可以跟我们讲话的 你明白没有 聆听的耳 很重要 那神会借着 讲到的 你知道以前 好了我就深入 讲一点点这里 我以前 在我的 信了主之后 那就听到呢 我们很喜欢呢 我们很喜欢呢 听那些 我们喜欢听的 不要为别人听到 要为自己听到 很重要的 哇 骄傲是从魔鬼来的 哎呀 如果那个弟兄有来呢 就很好 应该给他听一听 那你知道以前呢 我信了主之后 我和 差不多我的时间 都是去参加聚会的 因为在马六甲呢 他有 我去参加中文祷告会 英文祷告会 中文小组 英文小组 中文聚会 英文聚会 然后呢 以前呢 马六甲呢 FGB呢 他每一个星期四 晚上 都有一个特会 那你想想看 一个礼拜里面呢 我差不多每个晚上呢 都是出去的 所以很忙 去参加聚会 因为要爱耶稣 耶稣说 人为我和福音 撇下这一切的 无不在今生得百倍 所以呢 我就撇下了 撇下 我因为 我要爱主 因为圣经上说 要尽心尽心尽益尽益 爱主 我们的神 哇 我以为我很爱神 所以呢 我去参加这聚会 因为我要更加的认识神 我要服侍神一天 所以呢 我去参加 要听 那你知道呢 中文聚会 里面呢 就比较少 讲到呢 妻子 顺服你们的丈夫 那有时 我去参加英文聚会 他就讲到 wife submit to your husband 妻子 要顺服你的丈夫 我坐在那边说 哎呀 sai young了 我太太没有来 这种应该给他听的 你明白没有 他刚好没有来 哎呀 sai young啊 那你知道呢 听神的话 真的是很容易的 要行不容易的 我们听到 但是也不要为别人听 你明白了没有 有时呢 我们把那个圣经 以佛所书第五章 这么准的呢 就翻到那个经文 就翻到那个经文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个是对的 不要顺服别人的丈夫 对不对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我就把这个经文 翻了 放在那个床头那边 那么呢 那么女士 她要看一看 她到底看 要看什么 看一看 那边我们又特别 画了下来 但是她偏偏 就看不到这个经文 偏偏这种经文 她看不到 那么有一天 我就回来 回到家的时候呢 因为我每天都聚会嘛 没有聚会的话 我就回去公司嘛 那么 有一天我回到家里 她就跟我说 她说 你每天 这样都出去 这个家你不用管的了 她一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很快乐 因为我已经参加 很多很多的聚会了 你知道没有 我听了很多道了 你知道没有 我知道什么叫做 属灵的争战 你不要以为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 属灵的争战 她一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属灵的争战 我很属灵的 所以呢 我没有跟她吵 如果我一跟她吵的话 那不是叠了 那个魔鬼的诡计里面 我们不是争吵了 你看到了没有 我不要 所以我没有跟她吵 我属灵到呢 我就转过我的身 然后我就朝着那个墙壁 然后我就说 主啊 我的太太不了解我 你知道我多么的爱你 你以为我去哪里 我又不是去外面呢 来做不惨不适的事情了 我是去参加机会 那么你也知道 我信了耶稣说 我很多的坏习惯已经改了了 没有抽烟 没有喝酒 没有赌博 我都改了 讲话也失文了 你明白没有 我已经很多改变了 那我 我这种的男人呢 其实呢 在世界上 也差不多可以说是却种的 好男人来的 你知道没有 怎么样的好发 你知道没有 我的薪水 每一个月我发薪水 那个信封 我全部的钱交给他的 哪里还有这么样的男人 你想到了没有 就是说 那薪水 一分钱都没有动的 拿了 那薪水是多少呢 全部交给他 还要看他的脸色来过日子 就是他给我多少 我就用多少 很少这样的男人了 你知道没有 不过感谢主 非拉帖非有 好男人 我说我这种 已经很好了 你知道没有 回来他竟然说 你每天只是 出去出去 这个家你不用管的 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都知道 男人呢 在外 女人呢 在内 就是家里的东西 都是太太做的 我们做丈夫的 在外面赚钱 你以为很容易 有时要看人脸色的 对不对 男人在外面赚钱 也不是容易的 那女人呢 就是你要雇家 那个是你的工作 我的工作是在外面 你的工作就是里面 这个就是你管的 那你就过 你每天这样的出去 这个家你不用管的 家是谁管 你管吗 我是赚钱吗 对不对 我是一家之主 他们家你管 那他一这样讲 我属灵到 我一举手 我说主啊 我的太太不了解我 你知道我有多么的爱你 那主就问回我 真的会讲话 那我告诉你是 里面的那种感动 神讲话 那微小的声音 其实就是这个里面 不是每次这里听 这里每次听的 那些很危险的 是里面 就问回我 一个声音 你了解你的太太吗 我听在那边 我了解我的太太吗 因为我刚才说 我太太不了解我 你了解你太太吗 我了解我太太吗 然后呢 主就再加一句 你太太是人来的 哎呀 很多时候我们做男人的 我们忘记了 太太是人来的 我们以为太太不是人了 只是什么呢 只是洗衣啦 就是煮饭啦 太太就是做这些 就是呢 意思是说呢 太太就是洗衣机 就是饭窝 我们忘记了 太太是人来的 那 主就提醒我 你太太是人来的 当然我太太是人来的啦 她需要爱 她需要关怀 我就开始哭了 因为我只是哭着 我的灵命成长 我要追求的 我忘记我太太是人来的 她需要爱 她需要关怀 你看这么巧的 其实那时候我哭 我哭过了之后 其实我太太的那边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这是她在 姐妹团契的时候分享的 她说我才讲她一句罢了 哇她属灵道啊 她就讲过了 我丈夫属灵道啊 那个墙壁那边 她说我本来是说 只是这样讲那句 哇她跑去那边 祷告她说 我的气啊 上来这里了 哇她准备要杀我了 好深跟你讲哦 哇你属灵道这样 她已经到这里了 要等着我 等我看看我在做什么 妇人间看到我在那边哭 她说哎呀呀 看看你在做什么 后来呢 我哭过了之后 她也没有讲什么了 因为我在那边哭嘛 因为讲到那边 主在跟我讲哭 哭呢 那么我就看那个 第二天早上 因为我每天都有那个灵修 第二天早上一翻 这么准的我 那个经文 这么准的我 也是在以佛手术 不过是在另外一篇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如同爱你们的生死一样 那天早上灵修 哭到我 所以灵修呢 就是 怎么叫做灵修 就是要被神修理的 叫做灵修 OK 她就修理 我就被她修理了 那个早上 所以我知道 哦原来 我不能够每天晚上这样的出去 所以呢 每一个星期呢 我就留下两三个晚上 在家里 照样的去参加一些的聚会 留下两三个晚上 在家里 陪着他们 陪着孩子 这样 过后呢 其实是 我太太鼓励我全市的 主义跟我讲到全市 我太太鼓励我全市 然后呢 我还记得那时候 1988年 我带我的太太 去这个 印尼 去印尼的时候 在那儿讲到 那么后来他们 姐妹 姐妹哦 姐妹小组呢 姐妹的团契 请她讲 那我就 不能够上咯 我就坐在楼下 就等她下来 她在上面分享 她分享完了之后 每一个姐妹 因为是在楼上的嘛 我坐在楼下嘛 每一个下来的时候 一看见我 就对我笑一笑 这个 一下来 一见到我 又对我笑一笑 那些姐妹哦 他们的笑 都是乖乖的 你知道他们笑的乖乖的 那我的心里面就在想 到底我的师母 在上面分享什么啊 为什么这些姐妹 一见到我啊 就笑笑的 笑得怪怪一样哦 那我就问那些姐妹 姐妹 我师母在上面分享什么 不可以说的 我问另外一个姐妹 不可以说的 好像每一个都不可以说的 我到底 我就更加的稀奇了 好奇了 到底我的 我的师母在上面分享什么 感谢主 那个翻译员哦 翻译的那个呢 是男的 其实呢 你们都认识的 很多个都认识的 阿昆牧师 那时候他还没有做牧师 他做翻译的那时候 那天 哦 是他 我就问他 诶 我师母在上面分享什么 他说不可以讲的 我说什么不可以讲的啦 哦 师母讲了很多的见证啦 我说什么见证 他说很多的见证啦 我说你讲给我听 诶 不可以讲耶 我说你至少要讲一个 哦 一个啊 他就讲一个见证给我听 师母就用彼得前书第三章 讲到撒拉 听清楚我弟兄 撒拉 服侍亚伯拉罕 好像服侍主一样 只有几个弟兄讲阿们的了 撒拉 服侍亚伯拉罕 好像服侍主一样 那因为神要先改变我 才能够改变我周围的人 所以听神的话语呢 很容易听的 会自己听 神要改变的是我 不要一直讲 主啊 改变我的丈夫 主啊 改变我的太太 主啊 改变我 我要被改变 因为你很容易看到 你妻子的弱点 你丈夫的弱点 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眼中呢 有刺而不知道自己的眼中有良悟 你明白了没有 很容易看到那个人 他的弱点 其实很多时候神的话语 是要光照我们 要塑造我们 我要先改 我要被改变 才能够改变我周围的人 所以听神的话 可以从听道里面 神的话语里面 异象 异梦 神是借着异象异梦来说话的 OK 我给你看了一个经文 借着异象异梦来说话的 明书记十二章应该是 所以在末后的日子 少年人要看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神是借着异象异梦来说话 明书记十二章 明书记十二章 第六节 耶和华说 你们借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 在梦中与他说话 Amen 所以呢 神会借着异象异梦来跟我们说话的 神会借着环境 神也会借着一些的人 如果我们留心听的话呢 神呢 有时候会借着一些人呢 来跟我们讲话的 OK 其实环境的 比如说我刚姓祖不久 有一天早上我觉得 那是给我印象很深 我很垂赏那天早上 早起来 哎呀 总觉得呢 没有人爱我 总觉得没有人爱我 好像感受不到那种的爱了 还是什么 那我在洗手间 我的儿子忽然间敲那个门 那时候我的儿子才很小 才几岁而已 他敲那个门 忽然间的 敲那个门 然后跟我说 爸 我爱你 你知道他那句话 我那天完全不一样去 好喜乐 我知道主在跟我讲话了 他爱我 你看到了没有 神会借着的 所以如果呢 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 神呢 一个属灵的人呢 你就会知道呢 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都不会是偶然的 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六节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六节 第二章十六节说什么 哎 不是 哥林多前书 那这里 对呀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六节 我应该没有错 是不是 对呀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但我们有基督的心了 你看属灵的人呢 能看透万事的 却没有人能够看透了他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但我们有基督的心了 如果你知道呢 每一天 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的生命里面 没有一件事情 会是偶然的 你是一个爱神的人呢 其实前面呢 第九节的时候 他说 第九节的时候 他说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一个属灵的人 那么呢 你就会知道呢 原来呢 每一天发生什么事情 在你的身边的 都不会是偶然的 神在教导我们的 当你知道是神在教导你呢 你就有基督的心了 The mind of Christ Amen 好 感谢耶稣 那我们又回来这里 讲到这个神的旨意这里 里面 因为这个很重要 那 那天早上 当主 给了我这个 这个 这个工人 每一天神跟我们讲话呢 其实这个就是神的话语 OK 他每天都在跟我们讲话的 只是你 愿不愿意花时间 来聆听 他跟你讲话 所以 知道呢 他跟你讲话呢 不要为别人听 为自己听 诗篇二十五篇 第四节 第五节 这个很重要的 尤其是你在灵修的里面 诗篇二十四篇 二十五篇 第四第五节 他这里说什么呢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将你的路教训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 引导我 教训我 因你是救我的神 我终日等候你 所以呢 你要知道呢 这个呢 神呢 每一天 三样东西 你注意看 第一个呢 指示我 第二呢 引导我 教训我 第二教训我 第三什么呢 引导我 神的话语 每一天呢 他会指示我们 会教训我们 教训就是教导 然后呢 会引导我们 Amen 哈利路亚 好 感谢主 所以呢 神时时呢 在向我们说话的 他不是每天 就是修理我们 修理我们 修理我们 OK 他会指示我们 他会引导我们 Amen 好 那天早上呢 因为我要明白 什么是神的旨意 我要听到神跟我讲 神给我这句话 有的时候 他说 如果一些东西 那个老板 那天呢 他想要吃 福建面 那因为那个 不是在工作表里面 他就会跟他说 出去买福建面 来给我吃 但是 一直以来 神都会 透过他的话语 来跟我们讲话 有时 他会叫我们 做一些东西 但是因为你 听惯他的声音了 你知道 他叫你 去做一些东西 你明白了没有 所以 一样样的 我们每天呢 这个是神的话语 神离不开 他的话语的 他会实时 这样的跟我们讲话 所以你要明白 神的旨意呢 那么这里到底 他在说什么呢 凡政府我主啊主啊的人 都不能够进天国 唯独 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够进 什么是天父的旨意 天父的旨意是什么 天父的旨意呢 是很容易明白的 不是 神叫我做这个 如果 我做这份工 不知道东西 是不是神的旨意 那个呢 是你要选择一个应证 和这个什么 但是 我告诉你 你要做一样东西 不要做呢 求应证是没有错的 基点也是求应证的 我们要求应证 那是没有错的 但是一个人呢 如果你有灵修呢 神一定会跟你讲的 预言的歧视呢 很多时候是应证 我们不是去求 好像算命这样 跟我算算看 看看神要我做什么 当我们懂得呢 有亲近神的 神会告诉你 你要做什么 那么你会发觉到 有应证会来的 OK 就好像 我看我不 主啊感谢你 哈利路亚 好 帮助一些 那些 你要求应证 那比如说呢 很多时候神跟你讲话了之后呢 他要给你这个应证 感谢主圣灵 哈利路亚 好 帮助一些 哈利路亚 如果你要求这个应证 在这个使徒行传20章 所以一些人呢 哈利路亚 要去找那个预言呢 这个什么呢 我告诉你呢 预言呢 不是给我们方向 预言呢 一般上呢 是给我们应证 当然除非一些是 很特别的一些的先知 哈利路亚 我们先看21章 使徒行传 但是呢 预言呢 是造就劝勉 安慰 预言呢 是印证 It's confirmation not direction 21章这里呢 比如说 哎呀 感谢你 我这本圣经很新 刚刚好这篇就翻不到 感谢耶稣 终于翻到了 好 那 这里 讲到呢 在这个 非力有四个女儿 都是处女 是说预言的 第九节 那么第十节 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有一个先知 名叫雅加布 从犹太下来 到了我们这里 就拿保罗的腰带 困上自己的手脚 说圣灵说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如此困绑 这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 听见这话 就苦劝保罗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保罗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你看到了没有 那这个先知呢 就告诉保罗说什么呢 如果你上去 这个耶路撒冷的话呢 你会被捆绑 但是保罗呢 所以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为什么 这样痛苦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保罗这样呢 讲这句话呢 是因为前面呢 神已经跟保罗讲了的 在二十章 使徒行传的二十章 这里我们看二十二节 他说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神特怯 不知道在那里 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 圣灵在各城里 向我指证说 有困索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 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你看他前面已经知道了 他去耶路撒冷了 他会有困索 会有患难等着他 因为圣灵已经跟他讲了 所以当亚加布在跟他 那个是一个印证 当然神会借着预言 来向我们说话的 这里耶稣说 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都能够进天国 唯独尊请我天父之一的人 才能够进去 他说那一日有人说 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感鬼 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义能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离开我去吧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看到没有是作恶的人 好我们来看一看 神的旨意很容易明白的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第一章 第九节 那你要看在这里呢 保罗为这个哥罗西的教会祷告什么呢 祷告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 属灵的智慧 污信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in your understanding you will know the will of God 就是说 你会明白的 神的旨意呢 是可以明白的 那一个真正明白神旨意的人呢 你就看下面的这个经文 他说什么呢 好叫你们呢 行事为人对得其主 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 我们要对得其主 凡事蒙他喜悦 当你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了 阿们吗 好 第三 他说你在善事上呢 你就会借果子 你就会越来越认识你的神 渐渐的多知道神 所以他祷告叫他们有属灵的智慧 那么这个属灵的智慧是什么呢 因为你用这个属灵的智慧呢 你的乌性上 你一有属灵的智慧呢 你的乌性上呢 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了 那这属灵的智慧是什么意思呢 那属灵的智慧呢 如果你看仔细本 就是说 他的仔细本里面呢 他是说什么呢 属灵的智慧呢 是讲 to comprehensive the way and the purpose of God 就是说呢 你能够明白到神的道路 一个人呢 你明白神的道路呢 你就自然而然的 你就明白 什么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呢 就是要我们 做的事情呢 对得起做 不是那些作恶的人 那些作恶的人 耶稣说的我不认识你 虽然你可以奉我的名赶鬼 你可以奉我的名行许多的义能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因为你们是作恶的人 所以 在这里里面 有一个 明摆神旨意的人呢 就是 他的行事为人 那 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 在诗篇103篇 第七节 诗篇103篇 第七节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以色列人 晓得他的作为 那你发觉到 诗篇呢 第七节很 很奇妙的 你看上面 第六节 第一节到第六节 然后第八节 那边都讲到 神的恩惠这些 无端端的 第七节 他忽然跑出一句 这样的经文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教以色列人 晓得他的作为 他的分别 在哪里 知道他的法则 和知道他的作为 有什么的分别呢 那个分别 非常非常的大 知道他的作为呢 还是知道神所做过的事 知道他的法则呢 就是知道神喜欢什么 神不喜欢什么 我再讲一次 我是用简单的来讲 因为呢 如果你看英文的经文 的这个经文 就说 He made known his way to Moses His deeds to the Israelite 就是说 他使摩西知道 他的道路 他的道 就是这么简单 那 一个 人 不只是知道 他做过什么 哇 耶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 知道 主耶稣 所做过的 但是 耶稣喜欢什么 耶稣不喜欢什么 就说 神喜欢什么 神不喜欢什么 我们会讲 我们要爱神所爱的 我们恨神所恨的 那神所恨的是什么 神所爱的是什么 就是知道神爱什么 神不喜欢什么 所以为什么他要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而以色列人只是晓得他的作为呢 以色列人呢 晓得他的作为呢 所以圣经里面说呢 多半的这些人呢 都是神不喜欢的 这些人都是神把他们从什么呢 埃及 领出来的 都是神的百姓来的 都受了喜的 都归了基督的 但是神说什么呢 神不喜欢他们 为什么神不喜欢他们呢 你知道呢 我等一下讲这个给你听 有一次 我遇到一个姐妹 这个姐妹呢 是一个退后了的姐妹 那 她是我以前的同事 有一天呢 我就遇见她 她就叫我进去她的office 那我就进去她的办公室 她就说 她说彼得 我听说 你现在是一个传道人的是吗 我说是啊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说 可以啊 我爱我的丈夫 我说很好啊 我绝对不会背叛耶稣的 她说这句话 我绝对不会背叛耶稣的 我爱 我的丈夫 我说好啊 我也爱我的儿子 她儿子五岁那一年 我爱我的儿子 我说很好啊 她就说 神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爱的 我说是啊 现在我的丈夫呢 她也要信耶稣了 我说很好啊 你的丈夫现在要信耶稣了 很好啊 她说 神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爱 我说是啊 那么信耶稣不信耶稣 神都爱 我说是啊 那神是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开心的 我说是啊 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开心的啊 那么神是不是无所不知的 我说是啊 神是无所不知的 那么我们开心不开心 神知不知道 我说知道啊 那么我要离婚 啥 你要离婚 为什么你要离婚 刚才你又说你很喜欢你 你爱你的丈夫 那么现在你的丈夫要信耶稣了 为什么你还要离婚 她说 我现在发觉到哦 我跟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比跟我的丈夫在一起更快乐 我说啊 我说 你不可以这样哦 我说你不可以离婚哦 她说你刚才不是同意了 我说我同意什么 你刚才不是同意了 神 每一个人都爱的 不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 他都爱 我说是啊 我同意啊 你刚才不是同意了 神要我们开心的 我说是啊 我同意啊 你刚才不是讲了的 神什么都知道的 那神应该知道哦 现在呢 我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呢 比跟我的丈夫在一起更快乐 神都知道啊 我说是啊 但是我说 你又知不知道 神恨恶离婚 他就停在那边了 那我就跟他讲 不可以 你自己去做一个选择 因为神恨恶离婚 神恨恶罪 感谢主 他终于 跟回他的丈夫在一起 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个姊妹哦 她只是知道的 神的一部分 就好像 当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 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呢 我 他们送了一个 诗歌 导带给我 Song of Kingdom 那是很早期的 所以呢 我在信了耶稣之后呢 我很喜欢跟耶稣讲话 我不敢跟天父讲话 我比较喜欢跟主耶稣讲话 因为我觉得主耶稣很有爱 我不敢跟天父讲话 为什么呢 每一次我看旧约的时候 我很怕 一点点事情错不了 做错不了 杀 杀 哎呦 你怕不怕 怕 所以呢 还是喜欢跟主耶稣讲话 不敢跟天父讲话 后来慢慢长大的时候 才知道 主耶稣说 你看到了我 就是看到了父 那么当我明白到 主老文的祷告的时候呢 我才知道 哇 原来 我们的天父 他是这么 这么的好的 为什么呢 旧约呢 我们看到神的性格 新约呢 我们看到神的本性 in the old testament we see the characteristic of god in the new testament we see the nature of god 其实 神呢 他是有慈爱 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你不要只是看到神的本性 神呢 也是圣洁 公义的神 他是审判的神 所以呢 当你看到这个呢 你就懂得 敬 为 神 你看到了没有 所以呢 这些以色列人呢 因为他们只是晓得 神的作为 所以在哥林多 前书第十章 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呢 为什么神不喜欢他们 我们来看一看 第十章 第一节 他说 帝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 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 归了墨西 并且都喝了一样的零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零水 所喝的是出于他们的零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闭 那你看这些人呢 都是什么呢 神把他们从埃及呢 带出来的 那么在那个 他们都在什么呢 云里海里受洗了 他们都归了谁 基督 但是呢 第五节呢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都是神的百姓 但是神说什么 神不喜欢他们 所以呢 他们都在旷野倒闭 你知道呢 我时常提醒我的弟兄姊妹 你信主的道呢 你只是蒙恩 行主的道呢 你蒙福 有很多基督徒呢 是蒙恩 但未必蒙福 做基督徒还是做得很苦 为什么 他蒙恩不了 他未必蒙福 你要行主的道呢 你才能够蒙福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蒙恩蒙福的人 不要单单只是做一个蒙恩的人而已 所以在这里里面 这些人呢 他都信了 但是呢 都死在旷野 多半的死在旷野 为什么呢 第六节他就说了 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叫我们不要贪念恶事 像他们那样贪念的 也不要拜偶像 像他们有人拜的 如经上所记 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我们也不要行奸瘾 像他们有人行的 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 也不要试探主 像他们有人试探的 就被蛇所灭 你们也不要发冤怨 像他们有发冤怨的 就被灭命的所灭 十一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十一节 他们遭遇这些事 我们都要作为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 正式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这些呢 记载下来呢 这是要警戒谁呢 我们这些末世的人 所以呢 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呢 他们只是晓得神的作为 所以很多呢 都在旷野倒闭 多数呢 都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呢 那个行为很重要的 为什么神要将他的道 只是 这个摩西呢 啊 我现在才进到重点 借着神的话语 来认识他 我们来看出埃及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耶稣 有帮助吗 有了哈 出埃及33章 谢谢主 好 我们来看出埃及33章这里说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我曾启示 应许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说 要将迦南地 赐给你的后衣 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 所领出来的百姓 要从这里往那地去 我要差遣死者 这里他讲得很清楚哦 我要差遣什么 死者 就是天使 我要差遣天使呢 在你前面 撵出迦南人 亚摩尼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西威人 也不失人 领你到那 牛奶鱼蜜之地 我自己呢 不同你们上去 因为你们是 印着景象的百姓 恐怕我在路上 把你们灭绝 百姓听见这凶性 就悲哀 没有人佩戴装饰了 好 那你看 神呢 是信实的神 神应许了 他必能做成 阿们 所以神已经应许了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后衣 说要把 这个迦南地呢 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衣的 那神说什么呢 我说过的话呢 我做得到 我做过这地呢 我要给你们呢 我就给你们 但是呢 我自己呢 我不会与你们去的 我拆派天使跟你们去 如果我跟你们去呢 恐怕我在路上呢 就把你们灭绝了 所以呢 我拆派天使去 那当 这些百姓听到了 他们就开始的 脱下装饰 预表他们 悔改了 到十二节 摩西 那流星看了 摩西 对耶和华说 你吩咐我说 将这百姓领上去 却没有叫我知道 你要打发谁 与我同去 只说我按你的名 认识你 在你眼前也蒙了恩 其实前面神说什么啊 第三节的时候 他说第二节的时候 他说我要拆遣天使 对不对 但是十二节 摩西说什么 你要叫我去 但是你没有告诉我 谁与我去 那十三节 他的key word 就是这很重要的 十三节这里 他说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使我可以认识你 所以呢 从神的话语里面 来认识我们的神 他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使我可以认识你 一个要认识神的人呢 这样没料啊 神很喜欢啊 你知道当 当这个摩西 他这样的说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使我可以认识你 神听到这句话呢 神很高兴 十四节 神就说了 耶和华就说了 我必亲自的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那起初的时候呢 神指示说什么呢 神说 应许之地 我答应了给你 我给你 我不给你去 我才拜天使去 但是 但是因为 摩西 要 认识 神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好 叫我能够认识你 神听见这句话 神很高兴 他说 我比亲自与你同去 当呢 一个人 如果 你要认识我嘛 那么多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认识呢 彼此就会认识呢 多一点啊 你要认识我啊 好 我就跟你去 我跟你一起去 因为你要认识我 一个人当你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大概大概知道 这个人呢 他喜欢什么 对不对 哇 他很喜欢吃辣的 哦 他很喜欢喝咖啡的 你就慢慢的知道 哎 这个人哦 你不用讲这种话 你一讲这种话 他就会 你会慢慢的 更加的认识 这个人 所以 因为摩西说 我要认识你 讲你的道指示我 神很高兴啊 好 我与你同去 因为你要认识我 你要认识我 所以 弟兄姐妹 要认识 我们的神啊 唯有认识神的百姓啊 必刚强行事 认识神的 假不为了啊 当你求 要来认识他呢 给你看一个经文 我们再回来 筹子一定要放这里 给你看到一个经文 和西亚书 第六章 第二 第三节 和西亚书 第六章 OK 找到了 好 我们这样 过两天 所以 第三节 我们都要认识 耶和华 谢力的追求 认识他 那么呢 他出现的 雀如成光 他必领到我们的 像干雨 像滋润田地的 春雨 Amen 让死他 所以呢 因为摩西 他要认识这个神 所以神说 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十五节 摩西就说了 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呢 就不要把我们 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何事上 得以知道 我和你的百姓 在你的眼前蒙恩 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 使我和你的百姓 与地上的万民 有分别吗 那你看 在这里里面呢 神说什么呢 神说 把摩西说什么呢 他说呢 如果你不与我们 同去的话呢 你就不要把我们 领上去 你看这摩西 应许之地 牛奶鱼蜜之地 也就是说呢 物质上 他们已经在旷野 这么久了 如果你去个旷野 你看你看 我们就明白到 你知道呢 我很感谢神 就是去了以色列之后 然后呢 去看那个旷野的时候 我才明白到 为什么 三天不了 神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把他们带出埃及 出埃及 才三天不了 那些百姓就埋怨了 如果把我们放在那边 我也不知道 有多少个会埋怨 为什么呢 你在那个旷野 你望的时候呢 摩西你带我们出来 要祝福 神要祝福我们 带我们出来 什么都没有的 不埋怨才怪呢 我告诉你 所以说呢 这个 摩西呢 他说 什么使我们 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 除非你有我们同去 不然的话 不要把我们领上去 牛奶鱼蜜之地 你已经在那边 什么都没有 现在有牛奶鱼蜜之地 而摩西说什么 你不跟我去的话 我也不要 今天一些人 刚刚好相反的 主啊 你不跟我去 没问题 最重要你要祝福我 祝福我的家庭 你给我这个 你给我这个 你没有再没有问题的 今天呢一些人呢 他们不要神的同在的 最好神你不要再 不然的话一些东西 一些地方你带耶稣去 那么他不是晕倒 等一下 所以呢 最好你不要跟我去 最好我说的事情 你不要知道 你不要再 而这个呢 最重要你祝福我罢了 你祝福我就可以了 你没有给我 没有跟我一起 没有问题 你祝福我 祝福我 给我多多钱 给我多多钱 给我多多这个什么 我要的是物质的 有一些人呢 神祷告呢 神不听的时候 我给你三个月 你再不来的话呢 我就不要你了了 那一些还好一点 主啊 祷告祷告求主帮助 主啊你还不来的话呢 那我自己来 那自己来还好一点点啊 好过那些呢 连耶稣都不要了 最重要你祝福我 而摩西呢 他要的是什么呢 神的同在 他不看那个物质 今天一些人呢 为了那个物质的 他要那个物质 最重要你给我 你不跟我去没问题 我曾经有一个弟兄 那时候早期的时候 哇 他因为要创业 一直的祷告 哇 通宵祷告 真的 我们那时候呢 他是教会的一个领袖 那时候教会很小了 刚刚开始 哇 他很拼命的祷告 要创业 真的哦 年轻哦 他就赚过百万了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哇 过百万了 哇 又赚了好多钱了 慢慢的 他就少去 小组了 因为生意很忙 慢慢的 祷告会呢 也少来了 因为生意很忙 慢慢的 主日呢 天中有来没有来了 一直到1997年 那时候经济大风炮 他又乖乖的回来了 因为他也中伤了 他就乖乖回来了 为什么要等到重伤的时候 才回来呢 赚到钱的时候 他一直想着那个钱 哇 起初的时候很迫切的祷告 一些人呢 只是要神的祝福 不是要神的同在 所以摩西要的是神的同在 如果一有神的同在呢 他说什么呢 什么使我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呢 因为有神的同在 你知道吗 一个人如果信了耶稣 他还是说 我的人就是这样的 没有变的咯 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 他还是说 我可以100%的说呢 这个人呢 没有神的同在 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呢 他的生命呢 一定会被改变的 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知子若不粘于葡萄树呢 就不能借果子 生命的果子 所以呢 我刚才说 听神的话呢 是很容易的 要行神的话呢 就不容易了 信主的道呢 是蒙恩 行主的道呢 才是蒙福 你看呢 一个知子 如果你回去 留心着看 读这个经文 知子呢 不能够借果子的 他就说什么 剪掉 丢在外面 对不对 他砍掉 丢在外面 外面做什么 骨干 丢在外面 那个经文说什么 骨干 所以为什么一些人 信了耶稣 也会干的 你叫他 举手 祷告 或者敬拜 这里敬拜 那个兴趣了 十万八千里 所以呢 有一些都 手都举不起来了 你 为什么呢 里面干了 为什么会干 因为知子 不在葡萄树了 被砍了 丢在外面了 所以他会骨干 那么 那知子 借果子的 他就怎么样 借果子的知子 他怎么样 修理 修理痛不痛 痛 所以张教我就讲了 那见证给你听 被神修理的时候 是很痛 但是修理过后呢 你会很喜乐 这里讲的借的果子呢 是借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是借出来的 不是挣扎出来的 所以呢 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 所以行在灵里 和行在肉体的情欲里面呢 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你一听 比如说 你听到 后面有人在讲你 我就来跟你报告 哇 你知道那个 那个姐妹 她这样讲你 在于她听了 她的反应 还是回应 反应还是回应 我现在听了 一个人在背后 误告我 这个什么我 我听了 我的反应 还是回应 我要行在灵里面 walk in the spirit or led by the spirit or led by the flesh 如果是 led by the flesh 我生气了 哇 在我的背后 这样来误告我 这样什么 灵敬就会来了 苦毒也会来了 但是如果 我是response 回应 圣灵的果子 是借出来的 爱 不计算人的 爱遮掩许多的罪 她虽然这样讲我 主啊 我祝福她 所以昨天晚上 我讲的那个 你祝福 你当你看到 神的话语 怎么的说 爱 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我爱她 我祝福她 虽然她这样讲我 她所做的 她不知道 所以当我们 要行在灵里的话呢 我们就 行在灵里面 我们就 没有了那个纷争 没有那个什么了 所以听到话语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 回应还是反应 当我回应 我的生命又被改变了 人家看到 这个信耶稣的人 不一样 这个信耶稣的人 不一样 你知道呢 弟兄姐妹 外面的改变 不抽烟 不喝酒 不赌博 这些只是外面的改变 神其实真正要改变的是 我们这里面的人 里面的人 因为从里面出去的 才会误会人 你的心里面 充满什么 那口味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要保守 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人的心里面 怎么样 实际上 他的为人 就是怎么样的 所以你要有 神的话语 那 这个人就会 改变 因为神的话 这样的说 如果是些 他做我初一 我做他十五 你走错样 我走什么 但是现在的人 十五太慢了 他做我初一 我做他初二 快一点 但是神的话语 什么样 以善生恶 以善生恶 你不一样去了 因为神的话语 所以你就发觉 信耶稣的人 不一样了 我们一天天的改变 所以呢 要对我们的弟兄姐妹 有耐心 因为一个人改变 不是一天就改变的 所以有一些人 一直为他的丈夫祷告 那么丈夫一信耶稣了 他以为说 丈夫一信耶稣了 就变成天使了 就告诉那个丈夫 现在你信耶稣了 你不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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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些男人 他真的很痛苦 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信了耶稣 反而从一个困绑 进入另外一个困绑 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这个不可以做 那么可以做什么 因为他刚才还信耶稣 他以为说 他的丈夫就会变成天使了 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 来改变我们 来改变我们 有神的话语 不然的话呢 我们就很多的道理 很少的真理 很重要的 神的话语 有神的话语 这个人肯定会改变 他一天天改变 所以我很感谢神的 一些人你不要看他现在 他现在这样 但是为什么我这么鼓励我教会 我实际上讲到 我很鼓励他们灵修生活 因为灵修生活 当你跟神的时候 他教训你的时候 他教导你的时候 你就发觉到那个人的改变 慢慢会改变的 一个人有神的话语 他一定会改变的 那只要教他 你要爱耶稣 爱他 耶稣说什么呢 人若爱我的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人若爱我的 就必遵守我的道 这个是在哪里 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跟23节 你爱耶稣 你会遵守他的命令 彼此相爱 相爱容易吗 爱容易吗 爱一点都不容易 如果爱容易的话 耶稣不需要用命令这两个字 你们要彼此相爱 爱 这一个弟兄 你怎么可以爱得下 彼此相爱 但是神的话语就是说 要彼此相爱 神的话语 你爱 你要行在他的话语里面 你看到了没有 所以 什么是我们与世上的万民有名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 就是一个人 他有神的同在 他的生命一天天的被改变 一天天的改变 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好 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美 如果我们有神的同在 除非你不要神的同在 如果你有亲近神的 你要神的同在的 你的生命 肯定会被改变 所以你就会看到弟兄姐妹 都很美的 你知道我早期的时候 我有一个 有一个人送一个sticker给我 我很感谢神 那个我粘在我的车 驾驶盘那边 他说 have patience have patience 就是说 对我要有耐心 他是放一个蝴蝶在那边 他说 神还没有做完工作 God ha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 have patience 对我要有耐心 神还没有做完的 我会越来越好的 Amen吗 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我告诉你 我明年肯定会比今年更好的 我今年比去年好很多了 我们会改变 那么一个人有改变 他就有神的同在 在他的生命里面 我们与世上的万民 是有分别的 那当 这个 神呢 一听到 这摩西 他这样的讲 哇 原来你要我的同在 如果没有我的话 你都不要上去 你真正的要我的同在 神听见这句话 神很爽 你知道没有 神就说什么了 17节 我们来看一看 耶和华呢 就对摩西说 你这所求的 我也要行 因为你在我眼前 蒙了恩 并且 我按你的名 认 是 你 哇 神说什么呢 我认识 我认识 你 哇 真不错啊 还是你知道吗 这个摩西 他真的很贪心的 他不只是要认识神 他要神的同在 接下来你知道他要什么吗 接下来 十八节 摩西说 求你 显出 你的荣耀 给我 看 哇 神听见这句话 神高兴的不得了 哇 这摩西 他不只是要认识我 这摩西呢 他不只是要 我的同在 这摩西呢 他还要看到我的荣耀 哇 神听见这句话呢 神很高兴的 他就告诉摩西说 耶和华说 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 在你面前经过 宣告我的名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怜悯谁就怜悯谁 哇 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神的荣耀 所以你要知道诗人 你看诗篇里面 他们都愿意看到什么呢 神的荣耀 你看到 在你的圣说 我要赞扬你的荣耀 和你的能力 哇 他要赞扬神的荣耀 所以 摩西 他要看到神的荣耀 所以神说 我的恩慈 会在你的前面行 你知道吗 我时常呢 很喜欢拿诗篇 来祷告 其中的一个呢 求你显出你恩待我的凭据 你知道圣经里面呢 你知道多少的经文 在诗篇里面 求你恩待我 求你怜悯我 哎呀 要神的怜悯啊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 安待谁就恩待谁啊 我要神的怜悯啊 我要神的恩待啊 我不要人的可怜啊 有一些人那一点事情 他就这样 你要人的可怜 还是你要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我告诉你 真的是家不为了啊 神的怜悯 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然后 我的恩慈会在你的前面行 恩慈 英文呢是 Goodness My goodness will go before you 也就是说 你做什么东西都好 神的恩慈在你的前面 你走到这里 神的恩慈在这里 你走到这里 神的恩慈在这里 你走到这里 神的恩慈在这里 神的恩慈呢 来为你开路 如果你有神的恩慈 The favor of God 在你的生命里面 我告诉你 一生都蒙福 做什么都蒙福 因为神在前面 祂在前面为你开路 祂的恩慈在你的前面 My goodness go before you 所以因为这摩西 祂要神的恩慈 祂要看到神的荣耀 神说了 我的恩慈在你的前面行 接下来呢 我就要留下 下面的这一堂 我要宣告我的名 认识神呢 第一个呢 从祂的话语里面 认识神 也可以从祂的名字 等一下我会 跟大家分享到 这个名字的里面 从圣经里面来看 所以 你看到因为这个摩西 祂要神的话语 所以神说 祂将祂的道 只是 这个摩西 那么摩西能够更加的认识神 一个认识神的人呢 你就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呢 就是我们的 行事为人 要对得起主 因为罪 那你知道为什么神呢 会透过和西亚说 我的名因无知事而灭亡 这是和西亚书第四章第六节 我的名因无知事而灭亡 My people are destroyed by lack of knowledge 为什么 因为当时 你要看前面后面 当时的以色列人呢 在犯罪 他们在犯罪 所以呢 当他们在犯罪的时候呢 而神的祭司 这些祭司呢 是应该呢 来 教导他们神的律法的 但是这些律 这些 祭司呢 他们没有教导神的百姓 走神的道路 反而什么呢 满心的愿意他们犯罪 最重要你的礼物要来 你的奉献要来 你拿奉献来 你的生活怎么样 没问题的 那个是你的事 你要犯罪 继续犯罪 反正你犯罪 就是什么 你钱要来就可以了 当时 如果你看这个和西亚书第四章 你就发觉到 当时的祭司呢 就是这样 满心愿意神的百姓犯罪 只是要他们送向那个礼物 所以罪呢 会使人呢 跟神各节的 所以当这个月色 当月色 他的祖母 就是他的老板娘 要跟他同房 要跟他睡 他跑啊 后来 这个月色说什么 我不能够做这样的事 来得罪我的老板 不是啊 他不是这样讲啊 我不能够做这样的事 得罪我的神啊 原来每一次我们犯罪 我们不是在得罪人 我们在得罪神 所以呢 明白神道路的人 神的话语 你明白 你知道神喜欢什么 神不喜欢什么 做神所喜欢的 恨神所恨的 神恨什么 我们恨神所恨的 那么呢 从他的话语里面 我们会更加的 认识 他 当你一明白到 原来神的旨意 不是要我们去做恶 天父的旨意 是很容易知道的 他要我们过一个 圣洁的生活 所以呢 我们才会不忽住的感恩 这十字架 今天 无论我们犯了什么罪 这十字架 他永远都是有功效的 谁信了耶稣之后 没有犯过罪的举手 谁信了耶稣之后 还有犯过罪的举手 我们都是很坦白的人 如果神要纠察罪孽 谁能够站立的住呢 没有一个 对不对 十篇一百三十篇 神若纠察罪孽 谁能站立的住呢 我们感谢神 在他有赦免之恩 所以十字架 我们要不足的感谢 我们的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 今天 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为什么 特别喜欢感恩那首诗歌 数不清一生 主的恩典 也数不清 他对我的赦免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很有耐心 他很有耐心教导我们 他很有耐心改变我们 像我们这样的人 他都爱 那你可以想想 你明白了没有 所以多有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会 当我们越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对人也有怜悯 我们对人也会有恩典 不会一下子 因为神也要一点时间来教导我们 那我们也要相信 对他们也有耐心 因为神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 都乐意的行在他的话语里面 神的话语建立我们 神的话语是灵粮来的 所以神的话语 我们会更加的认识我们的神 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慈爱的主 再次的感谢你 给我们这美好的早上 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 感谢 使用我们的生子 来给你工作 来给你一切的荣耀 因为知道我们的生子 是圣灵的圣殿来的 感谢主你的荣耀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慈爱的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感谢你 给我们的话语 今天早上 主啊 感谢你 主啊 感谢你 主啊 真的从我们的内心里面 主啊 我们渴慕 要来认识你 主啊 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书们祷告 Amen